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生活在朋友圈的 每天起床坐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到床边的手机 打开朋友圈 如同领导清零现场视察般的看亲朋好友的动态 看到有意思的就点评几句 看到有装的就嘲讽几句 看到有认同感的就点赞 表示已悦 相比于现实生活 他们更在乎自己在朋友圈的状态 他们感冒发烧了 不是先吃药 而是先发朋友圈 感冒了 头晕晕的 浑身没有力气 感觉身体被掏空 然后再精心辟几张自己虽然感冒了 但看起来仍然有憔悴之美的照片 一起放到朋友圈 他们的男女朋友惹他生气了 不是先告诉对方 而是先发朋友圈 不要奢求别人能理解你 这个世界永远不存在感同身受 他们开始读书了 不是先把这本书读完 而是先发朋友圈 附上书的照片和名言 我们曾经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更有甚者 明明是到来的图 发出来却是自己和朋友出去吃饭的朋友圈 明明是别人旅游的照片 硬是说成自己旅游的照片 于是在此需求下 网上各种攻略横空出世 有教你如何装在朋友圈有男女朋友的 有如何假装经常出入高档餐厅 如何假装有iPhone的 还有如何假装自己有豪车 豪宅 如何假装自己是出入CBD的成功人士 甚至还有教你如何假装有性生活的 所以你吃个盒饭 也要装成五星级酒店的感觉 即使在家好吃懒做一天 也要装成运动达人 假如你会PS 那就更完美了 上太空都没人拦得住你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自微信流行以来各种乱象丛生 装与炫富齐飞 养生共鸡汤一色 旅游前先晒机票 吃饭前先晒菜品 跑步前先晒装备 读书前先晒封面 坐车前先晒方向盘 过节前先晒红包 取得一点小小成绩 就忍不住发到朋友圈 期待你的朋友们一起见证 一起分享你的成就 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在意 自己的朋友圈 甚至不惜假装在朋友圈生活 那是因为我们非常在意 别人眼中的自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许久不见的朋友彼此打招呼 不再问最近你过得好吗 在那个年代 没有微信 没有朋友圈 我们想见一个人 就坐上几个小时的车 跑过去见他 说好多好多的话 而现在是直接看对方的朋友圈 过得好不好 看朋友圈就知道 朋友圈代替了我们一部分社交 有时候不知道是科技的进步 还是这个时代的悲响 几天前 我被一张图片感动得泪流满面 毕业那天 六个人的背影 分别回到五个省 最远新疆 最近河南 宿舍里 我是唯一一个本地人 把他们依次送走 送走最后一个室友之后 一个人在火车站 哭到起不来 不知道这辈子还能再见几次 愿我爱的这些姑娘 一个个都能过得好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 都很难受 几年前 在张家界 参加老同学的婚礼 她是土家族 婚姻都是按照土家族的规矩办的 当天晚上 等客人们都散去 我们几个老同学 架起篝火 坐到一起 大声唱歌 没有KTV 就拿手机放伴奏 具体唱了哪些歌 我都忘记了 只记得唱到大学校歌的时候 刚唱两句 她就哭了 我们也跟着 眼泪哗哗直流 她哭的 是我们刚进大学 军训天天唱这首校歌的日子 那是一段最美好的青葱岁月 而我哭的 是几个老同学 散去之后 我们恐怕再难相聚 当天晚上 我们一边唱歌 一边喝酒 一直到半夜三点多才睡 瞇了一会儿后 我们又都踏上各自的旅程 千山独自行 不必再相送 下一次再聚 不知道会是何年何日 我们都有各自的家庭 各自的责任 再难见上一面 有很多人 已经走失在风中 恐怕此生 再也不会相见 龙应台 在《亲爱的安德烈》中写道 离开这段 纯洁而明亮的阶段 路 其实可能 遇走 遇孤独 当你被家庭羁绊 被责任捆绑 被自己的野心套牢 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 你往丛林深处走去 遇走遇深 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 到了熟透的年龄 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 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他们不断从你的生活中退出 退到朋友圈里面 他们想要找你 想要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第一时间会从朋友圈 获取信息 虽然我们不能常常见面 但我知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能够在朋友圈 知道你过得好 看到你最近的变化 我就心满意足了 自从离开父母身边后 早就习惯了 向家里报喜 不报忧 大学毕业后 虽然租住在隔断间里 吃着泡面 仍然会笑着告诉父母 自己过得好极了 我们随着自己的成长 懂得越来越多 我们见得世面 明白的道理 已经远远超过了 我们的父母 我们就和他们 越走越远了 我们总是会问父母 是否吃饱穿暖 有没有病痛 却往往和他